火車一到要走軌的鐵道市場 出名的水門街粉紅色三海南雞飯 去泰國不少得的陽光與海灘 行跳室夜市掃街飲飲食食 坐船看水上市場泰國Vlog馬上去片 第一站帶大家去美宮鐵道市場 它表面看起來是一個地道的市集 淋淋沙沙什麼都可以賣 實際上它是一條火車路軌 不是荒廢了的 每天都有幾班火車會洗過 現在擺到一地都是雜貨 遊客又在路軌上走來走去 轉頭火車一到 全部都要立即走軌 走慢一步都不行 這裡賣的東西種類非常多 乾貨、濕貨都有 這個美宮鐵道市場 距離曼谷市中心大約要兩個小時車程 坐公共交通就麻煩一點 如果成家人或一大班朋友去玩 就建議在市中心包車舒服很多 剛才說過 這裡每天都有火車駛過 到站時間大約是8點半、11點2、2點半和5點8 如果來美宮鐵道市場 但是看不到火車 那就等於沒有來過 所以一定要遇對時間 大家出發前一定要查清楚最新的時間表 你們看我走走走都越來越多遊客 為甚麼?因為差不多時間 火車就到了 外面十字路口已經封了路 很多遊客已經霸定個好位 幾百隻手一起舉高 相機全部ready 主角出場了 當反自動自覺把貨物拉進去 如果不是就會阻礙火車 工作人員就要指揮人群 讓一條路軌出來 火車外面的遊客 360度無死角包圍著火車不斷拍 火車裏面的遊客 又是另一番景象 舉起相機拍攝回頭 其實這個鐵道市場的位置真是超級窄 放近一點給大家看看 真是剛剛好的 差一點就滾過菜 火車一過 當反第一時間起床 再打開帳篷 再把自己的貨物推出去 當然 做生意最重要的是 就是霸地盤 你看他們的動作多純熟 看完火車走過兩個街口 我們就看到這間小店 專吃海南雞飯 剛好到了吃午餐的時間 就進去試一試 跟飯會送一碗湯 嘩湯好感到爆 超濃雞味 而且味道很真的 不像是味精 接著試碟飯 這碟食物10港元 泰國食海南雞飯 其實很多間的味道都是大同小異 出名和不出名的店舖 質素都很接近 這碟也不例外 抵食是它最大賣點 泰國海南雞飯 怎可以不說最出名的水門街天橋底粉紅色衣服 這間 宵夜時間去一樣是排長龍 等我來個有碗話碗 照舊先試一試湯 胡椒味很重 雞味淡了一點 喝完有少少口渴 我就覺得下午鐵道市場那碗好喝一點 碟飯又怎樣呢? 質素很接近 味道都不錯 飯不是太重油香 飯質鬆軟 喜歡吃硬飯的我就覺得一般 雞的話粉紅色這間雞味比較重 肉質不粗 但又不算好嫩滑 中規中矩 不過10元一碟 我給100分 我還叫了一碟滷水豬肉 這碟我真的要寫個伏字給它 不是配伏的伏 是中伏的伏 滷水味很淡 豬肉又粗又韌 不過整體來說 粉紅色衣服都很值得一試 來泰國玩 每天都要走回水門街 話說這次去旅行是扶老攜幼 所以在選擇景點上 都是以就腳交通方便為主 陽光與海灘就近近的去了珊瑚島 一落快艇第一件事 當然去看看有什麼吃 咳咳 我知道 錯重點 講開又講 這裡都有些泳衣拖鞋之類的東西賣 沒有準備的朋友都不用擔心 價錢對香港人來說都可以 不會太便宜 吃夠買夠就是時候下沙灘玩了 珊瑚島這些開發了那麼久的沙灘 加上又近巴提瓦 當然是人山人海 追求水清沙幼就不要來這裡了 但相比起巴提瓦那邊的沙灘 其實這邊的環境已經好很多了 剛剛買了一隻椰青 50匹的 但它就不算很甜 但也不錯 巴提瓦不單止有陽光與海灘 還有購物 這個Central Festival都挺大挺好行 我最感興趣是裡面有個超級市場 可以在裡面買零食買東西喝回酒店 講到這裡預告一下 我接下來會出條片 講下泰國超市有什麼是必買抵賣的好東西 大家記得留意 香港人喜歡去泰國玩 多少都喜歡逛逛跳室市場 三副鞋物加上各式各樣的小手式皮具等等 超多東西買價錢又便宜 今晚我就來到這個火車跳室夜市 聽說這裡是當地年輕人很喜歡的袍點 事實上我來泰國玩幾天 周圍都是遊客 在這個夜市沒有聽到那麼多廣東話和普通話 比較可以感受到當地的風土人情 走到差不多要補充卡路里 這檔豬頸肉好像很棒 60匹即是15港幣左右 試一試 味道一流 醬汁是甜甜的 挺野味 是夠豬肉有點太肥 連我這麼不怕肥都有點害怕了 水上市場是泰國最具傳統特色的景點之一 以前很多泰國人是用這種方式做生意和生活的 但發展到今天就完全是做遊客生意 或多或少都變得假假的 好像去了一些要給入場費的民族村 又或者是主題樂園 來到這裡遊客可以給錢租這些長尾艇 船夫會帶你在這裡遊一圈 河的兩邊都是一些小店 賣各式各樣的土產 船夫開到一些雙熟的店 就會關掉引擎 小店的老闆就會用一個有勾的棍 拉你的船進去 推銷你 叫你賣東西 老實說 我對這些土產其實沒什麼興趣 但可以見識一下泰國傳統水上人家的生活 我覺得都頗值得一例 提提大家 這個水上市場和我一開始介紹的美宮鐵道市場 是同一個方向的 都是來曼谷市中心兩個小時車程左右 如果大家對這兩個地方有興趣 編排行程的時候就可以放在一起 包車一次過去了 今次泰國Vlog就講到這裡 看完給個like 想看更多旅遊和飲食片 記得訂閱 下次見 拜拜 拜拜 拜拜